刘老师在三门峡里面 有一段写得非常棒 非常有气势 一个三连音加一个三连音 大家能记住这一段旋律吗 这一段写得好 我说这个好吗 我把它这个音形我拿来 但是那个音高我可以重新给你变 这种音形 它是三加三 一个三连音加另外一个三连音 我是变了 我是一个三连音加一个三连音 再加一个三连音再加一个单音 它的节奏是这样子 它是节奏 它是这个节奏性 我把这种节奏性开用了 用到那个 这个 两号那个 出套的后边 出套 呼唤那一段 它节奏性成这了 这种姿势节奏 把音高填起来 变成这个节奏了 这是我的 我是为了剧情的需要 用了这个基奏 加上这个节奏 写出了这一段 就是反抗的 就是呼唤的这一段 这一点 这个音乐 你看是不是 就是节奏一样 不过 不过 不过它放大了 放大了 是吧 放大出来了 这就是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 要活学活用 要把别人 你不要把人家刘文斤的搬过来 刘文斤的搬过来 那就不是我做去了 刘文斤了 把人家的这种理念搬过来 这种技法搬过来 变成你自己的 关键是在于这里吧 关键在于一个辫子 如何辫 那是个人 跟个人那个工历实力 你变成各种花样出来 这个节奏 实际上 还是我们戏剧 打剧院里边的一种节奏 大家可以想想 尤其是在京剧里边 人到无奈的时候 它有一个螺钩点 尤其是古装戏 螺钩点 叫一个乱锤 蜂钩 老家士们公 都比较了解 蜂钩 starting 它是 节奏 人在无奈时候 尤其是古装戏里边 你看这张 就是无奈的时候 他用这个节奏 这是中国的 存在我们戏区里 你把戏区 打击药铺拿出来 真的能插出来 这个乱唇 他的节奏就是 三列音 然后一个比一个快 这个东西又非常好 我的用家 一个比一个快 把这个用进去 这用了用了以后 你这是中国的了 是吧 你绝对你想不到 这是俄罗斯的 或者是法国的 它是中国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一定要 在学习过程中 要活学活用 学到家把它消化了 变成自己的了 你出来的东西 绝对是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 是吧 这都是我们说 现在目前说过的 接地气 老百姓的精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关于这个 叫老百姓 喜欢什么的问题 这个中央很清楚了 但是在我们一部分 作曲家 脑子里还真不清楚 老百姓喜欢的就是 旋律性好听的 什么是旋律性好听 这里边 我想 它有一个解释 好听的旋律 都有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 不同反响 就是用独特的音乐语言 向人们提供新鲜的 别致的音乐信息 给人以特定的 深切的艺术感受 这是不同反响 一定要提供新鲜的 别致的音乐信息 第二个特点 是入情入理 这是中国成语 入情入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符合人的感情发展逻辑 或音乐思维逻辑 或定式 思维定式 好的旋律 肯定是既熟悉又新鲜 似曾见过 但是尤华强在哪儿见过 又说不清楚 既独特又新鲜 新鲜是指什么 是指语言的独特 就是你说话的语言 非常要独特 要新鲜 另外一个 就是熟悉呢 熟悉 要新鲜和熟悉 新鲜是指语言的独特 熟悉呢 体现了与民族文化 和新成习惯的这种联系 你这个语言 你在中国这个地方讲语言 你必须讲中国话 让大家能听懂的话 熟悉的话 但是从你嘴这边讲出来 还要新鲜 第三个特点 就是一气哈城 一个好作品 好作品的这个旋理写作上 这三个特点 一气哈城什么呢 一气哈城 这艺术上的整体性 包括语言的通顺 流畅 结构上的前呼后应 风格上的浑然一体 这是对这个旋律的一个美好旋律 一种解读 它有三个要求 第一个是不同翻译 第二个是要入情如理 第三个是一气要哈城 这是对旋律解读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 这个是上海音乐出版社 旋律词典 有一本书里边 主编 孙维泉先生 在前沿里边写了一段话 我就写得非常好 写得很真实 很客观 所以我把它抄下来了